你好我是Johnny 今天的主題是無球跑動的大師刺客般的射手 Rej Miller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截至2020 4月28號 我個人是因為Miller而看BA的國中史也買了人生第一本球員自傳的書 也就是Rej Miller的自傳 書名為《熱為敵人》 簡單來說Rej Miller非常享受在課場被噓的感覺 因為這會激起他的鬥志 實際上MBA中三分射手非常多 包括80年代的大鳥 單機402顆三分球的Curry 史上三分球進球數低迷的雷槍等等都是人選 但一直到現在 如果要票選MBA史上最偉大的射手時 Rej Miller一定會出現在名單上 今天我們就來認識這位無球跑動以及空手走位的大師 Rej Miller Miller身高67體重185磅 1987年選秀會第11順位進入MBA 我們要注意的是當年六馬選他的時候 其實總管Donny Wash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因為1987年印第安納大學拿下NCAA的總冠軍 球隊中有印第安納州的籃球先生 Steve Alfred 所以六馬的球迷對於Donny Wash選 Rej Miller是有些不同想法跟意見的 Miller在自傳中提到一直到4歲他的雙腿都必須靠鐵架支撐著 因為在他出生的時候他的雙腿跟臀部整個是扭曲的 醫生甚至表示未來連走路可能都會有問題 可是Miller不但打進了NBA 而且還入選了明年堂的肯定 這真的是一個很勵志也感人的故事 Miller菜鳥年從板凳出發82場比賽全情 在菜鳥年Miller發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在一場對上綠三軍的比賽中 當時神奇之鳥準備要罰球 Miller發出聲音試圖要干擾他 這時神奇之鳥直接跟Miller說 你一定是在開玩笑對吧 你知道我是NBA中罰球最準的人嗎 所以你一定是在跟我開玩笑對吧 接下來神奇之鳥兩罰全進 Miller自己表示在他當下他真的是一個大蠢蛋 更有意思的是場上包括Danny & Angie等球員全都笑翻了 職業生涯的第二個賽季Miller扛下先發的位置 場均可以貢獻16分 僅次於在選秀會上一直告訴六馬高層一定要選Miller的Chuck Person 這裡要注意的是荷蘭中鋒Smith在這個賽季加入了六馬隊 他也是90年代六馬陣中相當重要的一名球員 89-90賽季Miller場均送出24.6分 這也讓他順利入選季中的全明星賽 這當然也是Miller職業生涯第一次的全明星賽 而從89-90賽季開始一直到92-93賽季Miller場均都可以送出20加以上的數據 但六馬在季後賽方面從來沒有打進第二輪過 1992年11月28對上黃蜂的利盈賽Miller全場拿下57分 這是他職業生涯單場最高的得分 93-94賽季對六馬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 第一六馬將總教練換成了生涯勝場數1098場的Larry Brown 第二Miller在這個賽季算場均得分只有19.9分 但他卻完成了生涯為一次180俱樂部的數據 第三六馬在季後賽方面不但成功的打進了東區第二輪 甚至闖進了東區冠軍賽的舞台 而他們的對手是紐約尼克隊 最終六馬在搶七大戰之後敗給了尼克隊 但這個系列賽的第五場比賽卻成為了Miller的經典戰役 前三節打完尼克還以70比58領先六馬12分 但Miller在第四節單節狂轟25分 帶領球隊在尼克的主場逆轉戰局拿下勝利 這場比賽Miller跟尼克第一號球迷 Spike Lee有很多互動的鏡頭 當Miller單節狂轟25分帶領球隊拿下勝利之後 六馬在系列賽取得3比2的領先 球迷要知道是這個賽季 Michael Jordan第一次退休 所以站在尼克的立場 這是一個奪冠相當好的時間點 而在Miller的自傳中 Spike Lee表示 就是在這場比賽結束之後 他成為了紐約各媒體以及球迷撻伐的對象 因為大家都覺得是他激起了Miller的鬥志 甚至認為在他當下 Spike Lee應該要閉嘴 也就是不應該跟Miller有過多的互動 94-95賽季六馬在東區第二輪又碰上了尼克隊 最終六馬在搶7大戰之後打敗了尼克隊 再次闖進了東區冠軍戰 但我們要注意的是系列賽的第一場比賽 第四節最後18秒 尼克還105比99領先的六馬6分 但接下來上演Miller Time Miller先投進了一顆3分球 接著尼克發邊線球發生失誤 而Miller拿到球之後往回跑到3分線外出手 再進一顆3分球 雙方這時平手了 全場球迷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發生的事 接下來尼克的John Starks有兩罰的機會 但他兩罰都沒進 Miller拉下籃板並且造成尼克球迷的犯規 這時再穩穩的發進兩球 中場六馬107比105拿下勝利 這場比賽也就是Miller8.9秒得8分的經典戰役 不過六馬雖然成功的打進了東區冠軍賽 但最終在搶氣大戰之後敗給了魔術隊 95-96賽季籃球之神Michael Jordan正式復出 六馬在這個賽季後賽第一輪就被勞鷹淘汰了 96-97賽季六馬因為Smith跟McKitt兩大主力 受傷而導致初賽場勢不穩定 所以球隊並沒有打進季後賽 這個賽季也是Larry Brown在六馬執教的最後一個賽季 97年夏天六馬將總教練換成了神奇之鳥 而且上第一左手Chris Moulin也加入了六馬隊 大鳥加Chris Moulin加Rich Miller三大射手同時在六馬隊 在當時也引起了相當多球迷跟媒體的關注 97-98賽季六馬拿下58勝20敗的戰績 大鳥也拿下了年度最佳教練的肯定 球迷要知道的是這是他第一個賽季當教練 他真的是一位傳奇人物 季后賽第一輪六馬3比1打敗騎士隊 第二輪4比1打敗尼克隊 東區冠軍賽六馬的對手是公牛隊 公牛要挑戰三連霸 最終公牛在搶七大戰之後打敗了六馬隊 但我們要注意的是關鍵的第三場跟第四場比賽 系列賽前兩戰公牛取得2比0的絕對優勢 關鍵的第三場比賽 最重要的一勝 系列賽的第四場比賽 第四節最後2.9秒 公牛94比93領先六馬1分 這時米勒再次上演米勒泰 米勒從底線繞出接球 並且在推開Michael Jordan之後 投進超前比數的三分球 這一球也幫助六馬拿下勝利 雖然系列賽最終贏家是公牛隊 但米勒精彩的表現至今都是六馬球迷所晶晶樂道的 98至99賽季老八傳奇尼克爾隊在東區冠軍賽中打敗了六馬隊 99至2000賽季對六馬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 第一 大鳥在接下總教練賓福石就表示 教練只會當三年 而99至2000賽季剛好就是第三年 第二 肌肉賽方面東區第一輪面對公路的系列賽 關鍵的第五戰 米勒轟下肌肉賽新高的41分 帶領六馬96比95顯勝公路隊 第二輪的對手是七肉人 系列賽的第一場比賽 米勒跟Jaren Ross分別都轟下40分 這場比賽也是六馬對此上季後賽經典戰役之一 接下來六馬一路闖進了總冠軍賽的舞台 這也是米勒職業生涯中最接近總冠軍的時刻 但追蹤六馬2比4敗給OK連線的胡人隊 整個系列賽已經34歲的Rage Miller 場軍還是可以轟下24.3分 這是全隊最高的數據 第三點 2000年夏天六馬中鋒Smith退休了 而主力控球後衛 Mark Jackson跟上帝著手Chris Moody 也都離開六馬隊 再加上大鳥總教練只當三年的承諾也到了 所以2000年夏天對六馬全民來說 在心情上是相對複雜的 00-01賽季球隊的教練換成了微笑之客Isia Thomas 六馬也跟通往者完成了一筆交易 換來了小鳥 搭配上Jen Rose Harrington等年輕球員 這時六馬也將核心從35歲的米勒 慢慢的轉移至其他球員身上 肌肉賽方面雖然首輪六馬就敗給了肌肉人 可是在第二場比賽 米勒轟下來拚肌肉賽最高的41分 01-02賽季小鳥 也沒有以19分10.5籃板2.3火鍋的數據 得到了最佳進步獎的肯定 其中六馬也跟公牛完成了一筆交易 六馬得到了世界和平這位防守漢獎 季球賽方面雖然六馬在第一輪就敗給籃網隊 但已經36歲的Rich Miller長軍 還是可以轟下全隊最高的23.6分 在系列賽的第五場比賽 米勒投進一顆最平比數的3分球 把比賽帶進了延長賽 這一球再次讓球迷看到了In the time 02-03賽季六馬在東區第一輪就被淘汰 這也是Arsia Thomas執教的最後一個賽季 03年夏天 六馬將總教練換成了Rick Clio 而把總管換成了大鳥 這個賽季六馬拿下對死最佳的61勝21敗 世界和平兩人都入選了年度前三對的肯定 而且世界和平先生甚至拿下了年度最佳防守球員的榮耀 所以即便這個賽季六馬無法闖進總冠軍賽 但六馬球迷對於下一個賽季還是有很高的期待 04-05賽季也是Rich Miller的最後一個賽季 冰強馬裝的六馬當然是總冠軍賽的熱門球隊之一 祭出六馬拿下6勝2敗的戰績 2004年11月19日客場對上活塞 雙方發生的NBA史上最嚴重的衝突事件 這也讓拿下最佳防守球員的世界和平整季被禁賽 其他如小Nio、Steven Jackson等球員也都有禁賽的處分 這個賽季已經39歲的Rich Miller長軍還是送出14.8分的數據 幫助球隊打進季後賽 季後賽東區第二輪對手是活塞隊 最終六馬2比4輸了 系列賽的第六場比賽 當Rich Miller走下場時 全場球迷給予這位傳奇球星滿滿的掌聲 而這場比賽也是Rich Miller職業生涯的最後一場比賽 接下來我們要聊的是Miller在場上有哪些特色 第一就是無球的能力 NBA球員在場上得分方式有很多 可能是面框單打或地位背框等等 但這些得分手段都會有球權的問題 Rich Miller並不是不會單打 但更多時候他會利用空手走位 來讓球隊在進攻蹲上有更多的選擇 而防守Rich Miller的球員必須全場黏著他 否則只要讓他跑出一個空檔 他的命中率相當高 這也是很多球員很討厭防守Rich Miller的原因 因為你必須要跟著他跑全場 開個玩笑說籃球比賽變成了跑步比賽 這一點相當有意思 第二點就是他在關鍵時刻的表現 也就是所謂的Miller Time Miller整個職業生涯只有入選過五次全明星賽 跟三次年度前三隊的肯定 相對於其他明年堂的球員來說 榮耀其實不算多 但因為他在關鍵時刻 總是會出現不可思議的進球 所以在討論史上最佳射手時 他一定會在名單上 畢竟他在關鍵時刻的表現 真的讓人印象深刻 第三點就是他的進攻效率相當高 Reg Miller職業生涯的真實命中率為0.6139 這是史上的第九名 另外在生涯進攻效率值方面 Reg Miller121.48 這是NBA史上的第二名 從這兩個數據我們就可以知道為什麼生涯出手次數 排在聯盟第32名的Reg Miller 生涯總得分卻可以是史上第21名的原因 第四點就是他在場上的垃圾化永遠不會停 而且在場上他也不怕跟對手有肢體上的碰撞 不管是籃球之神Michael Jordan 或是Kobin Bryant等球員都是如此 第五點要認識Reg Miller 就一定也要認識他的姐姐 也就是Shelon Miller 她姐姐一直以來都是她追逐以及超越的目標 所以Miller在高中以及大學時期 就已經是全美知名的女籃球選手 Miller在自尊中提到有一次她得了30多分 所以回家想跟她姐姐炫耀一下 當時她跟她姐姐說我今天得了30多分 她姐回她你真的太棒了 接著Miller問她姐姐那你得了幾分呢? 她姐回她喔我得了105分 最有意思的是她姐姐說起來很自然 非常雲淡風輕式的 這一點是讓Miller最無言的地方 實際上她非常尊敬她的姐姐 所以球迷一定要認識她的姐姐 Shelon Miller Reg Miller整個職業生涯雖然沒有總冠軍 但卻無損她在球迷心中的地位 Miller曾經說過一句經典名言 一位國王永遠不應該離開她的王國 而Reg Miller整個職業生涯18個賽季都奉獻給六馬隊 她真的沒有離開她的王國 在對死不可取代性這項數據上 她當然是第一名 直白來說她就是六馬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而66.07的數據 甚至可以排在MBA歷史上的第20名 另外生涯三分球進球數2560克為史上第二名 生涯罰球命中率為史上的第12名 從以上這些數據我們就可以知道 Reg Miller真的是一名相當偉大的球員 希望藉由這集的影片 可以讓更多年輕的朋友認識 這位無球跑動的大師 像刺客般的射手 Reg Miller 好 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這邊結束囉 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給個事實和分享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Johnny 我們下次見 掰掰唷 加入更多的水分 我們會請칙字幕開設 提供的影片 好 LSS 開拍攝 好 強烈 我們會請教練的影片 感谢观看